字幕志愿者 李友李讲 欢迎大家收到莲花卫士的现场互动直播节目 澳门开讲的就是今天的嘉宾主持谭志强 首先在这里多谢昨天打电话来的观众 以及在WeChat交流的视频嘉宾 今天我们和过去星期五一样 任何民生问题都可以谈 当然今天星期的重头一定是2017年的 财政年度施政报告 首先特首宣布现金分量政策不变 各种付钱给保条的好处不变 就令我们有点起出望外了 但是其他政策方针 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呢? 下个星期开始 各位政务司司长就会向社会介绍 各自领域的具体政策 你有什么期待呢? 今天我请到两位大家熟悉嘉宾的 第一个就是澳门立法会直选议员的 高天士高先生 大家好 第二位就是澳门的资深辞事评论员的 余晏阳余生的 彭博好 观众好 我们的节目很欢迎港大市民打电话上来 跟我们的嘉宾一起讨论 发表意见 我们的电话是 2878-9192 2878-9192 也很欢迎各位网友 透过莲花卫视网站 跟我们交流 甚至是爆料 在网址也在营光幕上看到 市民也在Facebook或脸书里 加入澳门开工专业 另外 莲花传媒微信公众号码也开通了 它的中文是莲花传媒 英文是麦寇 Lotus TV 首先我们先去澳门今天重点新闻 两名分别任职房屋局及检察长办公室的公务员夫妇 被揭发隐瞒在内地拥有物业 遍除京屋 廉署根据举报揭发案件 公务员夫妇在田舍申请表示 故意隐瞒在珠海刚刚扣入的住宅单位 通过房屋局的资产审查 以六十多万元扣入石排湾京屋一个单位 在调查期间出售珠海物业 再向珠海房地产登记部门申请无物业证明 递交给房屋局 企图逃避廉署调查 廉署表示 在调查期间 曾透过与内地执法部门的合作和协查机制 掌握到涉案而为人 在珠海拥有及出售物业的相关资料 澳洲发展创始中心发表 2015年9月至2016年9月 澳门学生扶我国内地 台湾地区升学意向研究计划 为澳门的人才发展资源提供更明确和清晰的资料库 同时也为澳门的高等教育 提供政策发展方向的数据 由教清国联同10个民间团体合办的 爱自己第7届社区性教育推广活动 将会在下个月3日正式启动 随后会在6个堂区展开为期3个月的活动 合计超过30项 低育中心主任梁宜安清 开办多年的社区性教育推广活动成效显著 认同自小向友谊灌输性教育观念合适 今年的活动将会以保护身体与私隐为主题 自在帮助青少年儿童建立保护身体与私隐的意识 具备有效防范及处理性骚扰乃至性侵犯危机上息 广东省政府今天公布 昨日举行的广东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规范管理澳门汽车出入珠海市 橙琴身区等工作 会议指出 根据国务院橙琴总体发展规划 和广东省政府与澳门特区政府签订的 粤澳合作框架协议 澳门机动车出入橙琴政策 将会在2016年年底落地实施 回来小想问问高议员 公务员问题今天有些新闻说 曾经有一对公务员夫妇 他们在珠海置业大洋房屋局申请禁屋 涉嫌偽造文件都诸如此类 这件事很大件 都不是的 如果你看回检察长 那位女士是在前检察长办公室工作的 我意思是如果你对比 住官员 如果你看现时澳门回归至现在 我们住官员有多少个人 十个八个 十个 已经有两个出事了 一个就是世纪 现在这个 我们尊重无罪推证原则的情况之下 试验 现在是试验 但是一千九百多条罪 差不多每天都在犯罪 所以这件事 我们去评论我们要看整个局面 事实上 如果你看回我们的施政方针 我今天都可以拿2001年的施政方针 看到2015年的施政方针 差不多叫做英文 叫做copy and paste 是的 每年都在说这件事 是的 那关键呢 就是现在我们 现时澳门没有一个制度 来去 发现这些问题 嗯 有什么可能 那些 就是 被人感觉到你越高级的呢 你就越容易犯罪的 是的 那现在我们没有这个制度 也都不学别人外国 如果你在政府部门里面 你是见到有些东西 你想举报呢 你是做不到的 是啊 因为你第一件事 你是被解雇 越级报告业 我们要炒油业 你第一不尊重 不要说其他东西 首先炒了你 慢慢再说 那很坦诚说 没有了份工 又要养家 又要供楼 供车 供新闻仔 读书 那你怎么可以 唯一就是 明知里面是犯法的 高层的 你都不能出声 所以 我那天问行政长官 他都答不到我这个问题 他只是 读到文稿 我有看评稿 我有看评稿 行政长官进步了很多 因为现在 今时今日 他都不需要 如何看那个稿 你去讲 或者一些东西 不过呢 我可惜 至今 至于官员的通知 和守则 2010年颁布了至今 都没有执行过 因为至于官员的通知 和守则 讲得清楚 如果你的政策 影响特区的形象 影响我们税收 各方面的事情 你需要承担政治的责任 至今 现在 没有理由不知道 我们的特区政府 怎样看 怎样理解 至于官员的通知 和守则 政治的责任 手机只有一件事 就是 如果倒下了 倒下了台 那什么都有罪 如果没有倒下了 就没有事 你今时今日 你情是一样的 回归的时候 几个施政方针 就是说 一定要搞一个民政总处 然后公共行政改革 2007年到2010年 我们就会改革 改来改来 今时今日 都是要改革 这些政策影响特区的声誉 影响形象 那为什么没有主官员 去承担这些责任 而且民政总署 说得难听一点 他是废了澳门一个培养 立法议员训练过程 当然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 以议员来说 什么东西都落在他身上了 家里爆坑渠 爆这些东西 家里糾纷 全部都是 因为你根本上 你那个民政总署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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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会为澳门市民 服务呢 其实我很早期 已经公开提出 当年 这个民政总署的设置 是违背了 基本法的 他用这个名字 民政 好像市政那样 但是 在内地民政 是做另外一些救济 等等的部分 而且我们基本法有规定 是要有个非政权的机构 刚刚讲到的议员 以前确实 即是有市政议员 是要经过选举 而且呢 旧时澳湖时期 市政厅 有少少的立法的权力 就是旧时有几个机构 奥督有 立法会有 旧时的市政厅有 还有葡萄牙那边 都可以帮澳门立法的 但是现在呢 整个结构不同了 连在我们组织成 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 都没有市政机构的人 根据《基本法》规定 是有比例的 所以 现在 今年我见 市政报告都仍然 摆了这部分下去 但我希望 真的可以在2017年 完成到这部分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以前来讲 市政厅有什么好处呢 他起码给一些议员 未做立法会议员之前 有一个训练的过程 绝对好处 怎样呢 可以就是 知道行英 是怎么做 他现在呢 都有个社会新委员会 但这个呢 是起不了作用的 你不代表人民的 可能有些委员 他很happy 他觉得自己可以发言 但发言呢 起不了任何作用 你要做才行的 大家看就很容易 你街边垃圾爆渠 你不会做 没用 政府有三种级数的委员会 一种是特首做主席 一种是司长做 一种是局长做 而这个社资委 社会资讯委员会 他那个头 就是民政总署的主席 所以级数你看到 是比司长级 和特首级矮了一段 当然 那些人都很下来去讲话 你可以当他一个论坛 有时谭博 参与一些时事的节目 但是起不了任何作用 和市政议员差很远 其实那些资讯委员会 全部都是给一个平台 你去发誓 那你说完就回家睡觉 没有所谓的 但这个效果就是 究竟政府收了这些意见之后 做了些什么呢 没有收 可能放在一边的 你看看我们立法会 讲这么多话 他有什么改善呢 我们的书面质询 写了给他浦文 他用中文回答你 然后浦文版本 两年都没有回复 现在我先讲张小姐 好 我们今天有很多电话 我们先收张小姐的电话 你好 你有什么反应 市政部的话 其他东西 是高议员 你好 你好 是啊 我有关于可一居的事 我们是合法买房子 我们都做了分层登记 我们是合法交财 我们全部是合法的 我们是一二年买的 你一四年才立法 当我们现在又没有人理我们 我们去了几次正座 去了两三 昨天去了两天 你们都是没有人派来看看我们 那我们选你们来做什么呢 你们在那里有没有帮我们说一下 海一居发声 你们这人 只有两三个议员为我们出声 我想你帮我们出声 我们海一居真的很惨 说一下这些公道的说话 首先 海一居这件事 政府对市民的损失很大 其实政府有一个 过去回归后很坏的习惯 不知是什么文化的 总而言之呢 我终于就丢了法院 跟着洗手什么都不理 不可以的嘛 你丢去法院 你都要想一个办法 怎样去 除了等法院判之外 你有没有空间 你去帮市民呢 怎样去处理呢 甚至乎呢 这里又要说回那个问责了 有什么可能呢 你的财政局 你的司长 你不出来说回几句说话 怎样可以收了他的印花税 你是误道了别人嘛 因为白姓 澳门市民哪有这么多时间 知道你和那个部门有什么关系 就是他收得我的税 那就是正常咯 那你有什么可能跟着司长呢 司长不见了 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说话 所以为什么那天呢 我文行政长官呢 就是很简单 我们的治愈官员 当他影响我们的形状 现在这件事呢 影响全世界啊 全世界都在看你何一居的 但是政府呢 就怎样呢 缩头烏龟 招牌手呢 等法院决定 每一样东西都给法院决定 不如我们不要这个政府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的 我和张小姐说 我觉得好像打球那样 有人受伤 阻了时间 因为在那个环保局那里 拖拖拉拉 阻了很久 補回这个时间 起好他们交给你们 搞定 是啊 现在你看你们又没有出来 跟我们说声 什么都不说声 我觉得我拖延太长了 就是变了 你是不是真的想我们这些人 真的要先死 要跳楼 要去哪里 是不是真的 我们真的很平静 就是跟你们示威 另外我也有一个看法 虽然 不同香港 我们真的很平静 每一样东西都 但是你们没有一个人 派人来看我们 很多谢你 我们电话太多了 我们给第二位 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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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 有什么意见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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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先生 你好 我想澳门政府 可不可以软健一点 不要在澳门赛车 搞去路环那边搞得不行呢 你说 其实这件事是这样的 如果你看一看澳下卫视 或者其他另一天前来 是做了一个专题的 就是专题搬不搬过去 那 如果搬过去 应该对澳门的市民 应该没那么大影响 没有产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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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到什么地步 去到什么地步 去到什么地步 我们做了什么 什么做不到 你看一下 现在 通街的挖路 巴士是上不了 其实那些人你以为很喜欢开电单车 不是的 是没有办法按时上班 才迫着开电单车 因为你的巴士全部爆炮 然后飞站 还有几个很没良心的议员 说不要弃轻轨 不是的 现在澳门根本有这样的条件 可以在路环那边环绕 可以在一个跑道 其实我跟你说 根据我们的地图和现场走过 其实路坦田海区 就像现在蒙特卡罗 搞一个围绕着路坦田海区的新的跑道 绝对技术上没问题 用人工去搭救它 是可以的 应该可以的 而且那边搞 起码可以减低我们所有澳门本事里面 过去历史遗留的问题 你朱海的赛车场也是打造出来的 最好呢 问问人家 做个咨询 应该应该 不过现在 你明明 你搞赛车 但我要上班 我又出门过街 你知不知道每一次你搞赛车 是很多人都回不了家 有些高官下来 好像上次总理下来 也都我们收到很多投诉 因为保安太移民 和习主席来的时候 有两回事 所以很多时候政府搞的东西 真的 很离谱 他不想市民的出发点 他怎样艰苦 他又不知道 他只是想他那边 但这些东西是谁要承担责任 不是前世的公务人 闹归闹 研究是要做的 是 不能说完全不想的 呃 本身澳门已经交通一塌糊涂了 我今天坐的士坐在一个旁边 是关锅过来 是坐的士 不是坐的士 我们收工 差不多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回家 是啊 是啊 你真的不是说笑 不是啊真的 很多人都 很多人 你澳门政府的官员是有这样的能力 其实索性 星期四星期五放假 其实不是个个人 我们应该学杭州开G20大会 一放假三天 不是啊 澳门政府的官员 就是 不差就是放在那里 每个人都等出粮 很没意思啊 你又要明白那些司长 又不是我们澳门市民 选他们出来的 是啊 他又不输了 他出粮 你认识市民的粮 是吗 他又觉得那些粮 是我们市民出的 是啊 他觉得大陆下比 不是 不是天下来的 你是卫民的 是 刘先生是吗 他自我感觉良好 是吗 勝利充分头脑就是这样 不是 说一说一说 我都很希望 真的 有多十位八卦 好像高议员 没办法的 好多谢你啊 刘先生 我们给下一位邪小姐 一金打爆机 邪小姐 有什么问题 邪小姐你好 当然是打爆机 你好 邪小姐 我们的政府是做得更好 进步 就是不要说批评 不要说投诉 我们希望澳门是明天会更好 会继续做多些慰民的措施 但是很可惜 为什么我们养老的保障还是三千四百五十 一毛钱都不加 七月的时候就加了一百元 但明年是没有加的 是 没错 那我希望呢 那我希望呢 省考一下 其他国家 或者国内都好 因为年龄呢 大一点呢 他那个社会保障 那个基金 他的保障 就是高一点的 是 为什么呢 因为他享受那个年龄呢 是低减的 嗯 譬如我七十岁的 我吃到七十五岁的 他是不是一路一路这样老下去 是 那他是不是时间会少 不是每个吃到一百岁的嘛 我相信不会每个这么长命 是吧 是 还有呢 我是要讲我们澳门的法律 我们澳门的法律 是非常非常之滞后 我就是呢 是很质疑 很质疑一样东西 是我们进去劳工事务局 这个劳资斗分最多的了 嗯 我们的公司宣读了 宣读了我们所交的文件 和所有事情都是事实的 但是当知道 发现 他是虚假声明 我们劳工局是不做事 那刚刚我们行政长官说了三样东西 官员是要做好三样东西的 是 你的承诺 你要做好你的承诺 还有你要优化你的员工 或者怎样 这三样东西是为民的 差不多都是局部市民的 好多谢你 姐小姐 我想待会我听人家的报告之后 就同一回答你问题 我认为呢 就是作为一个劳工的纠纷 不是这么简单 就是一定找到责任一方 有时如果根据法律 没有找到责任一方的哪个人 是不是那个机构都要负责呢 是不是 这个就是很显现的 你很简单 那个诺册上 公文件在哪里 就是公司 上次他说有人冒签 有人冒签 总之 那个文件就是公司 就是公司的 公司有个流勢 没有可能外界人知道 谁是无签的 当然是公司负责的 一定是外贵的 不是拉公司的经理 就是拉公司的老板 是吧 总之是公司 不过来就归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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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应该就由公司去处理 但没有办法了 归党就怎么办 归党就不用理了 没有可能问责 分分钟 我告诉你 分分钟连司长都不知道这件事 是啊 那怎么办呢 哪有空理这些东西 最重要是税收 坐定定 我们现在还有没有电话 其实这个司政没有了很多东西 我比较注意 就是今次 他提了什么发展 澳门85平方海里海域 现在路环南面东面 发展什么游艇 游艇又要 和珠海和中山 甚至广州南沙一起搞 这个是有新意 但问题好像很容易 他有个游艇自由行 可能因为这样 有些额 比如自由行批不到的 可以坐游艇来 上岸可以赌钱 这里是多个空间 我个人一向认为澳门交通问题 其实大部份是人祸 不是天灾 因为怎样看呢 你看交通管理局那班 整天躲在我身内 没有走出来 整天都 外面怎样塞法的人不清楚 然后就乱络 你不看电单车的乱象 是吧 跟着呢 有些建议是痴线的 其实你问我说 轻轨 不过今次痴线没有在记者里面 是有几个精彩的东西的 一个特首就不辟谣 是 说清楚 不是说否定了 是 就不是好像 最近聊言就说 某几位议员就说 不起了 现在还回到 其实提这个也是有问题 因为早前 螺丝都确定不了 是 他说迟些才有个答案 是 那你现在拍了 那你现在拍了 就直接摇摇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 国民教育 或者爱国教育的问题 是 这个都补充了 特首 这里我是有些意见的 他不应该说 用全部两个字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你看回 教清局昨晚半夜 发的澄清 是 教清局的确是 跟北京方面 人民大学出版社 教训中国历史教科书 但是实际上 没有讲过 强迫国人要用 学校可以选用的 你知道吗 就是他有建议使用 或者编个这样的教材出来 但是没有讲到 学校一定要用这个教材 我反而认为是这样 和公民语道德一样 公民语道德 你现在走到八波山马路 公民语道德教育中心那里 是有一套在那里 但没有讲到 你现在学校要用 我反而认为是这样 澳门特区政府有关的部门 不需要跟内地一起 合编中国市 他编就有他编 我们可以选择 用还是不用 但如果我们参与了的时候 你认识上 就觉得你有主意了 是不是 你同不同意 我觉得不需要我们去参与去编 我们可以选用 或者不选用 甚至选用了可以有补充教材 其实以前我女中的律史 都是用香港版或台湾版 是 不过就没有办 用大陆版 因为是文化大革命 什么版都好 最重要是自由版 是 这个是要仔细 千万 我们读英文部 我们读History 是读外国的书 就是比较客观很多 不过的也确实 现时中学是不够政治教育的 是的 所以很多时候 那些学生不着业职 出来之后 对于时事 对于社会上的政治 是不足的 这个需要更加 香港有一科叫做EPA 经济与公民公共事务 就是经济要搞 政治要搞 所以相对上来 香港这方面的觉醒比较多 澳门看的书 传媒非常局限 所以思想自然受到洗脑 这个很难说 我们书上有一个黎小姐 黎小姐 黎小姐 好可不可以接她电话 有什么意见啊 你 我看可不可以讲到三四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 讲赛车那里 其实我真的很希望有一个想法 可不可以 将赛车延伸到近圣诞回归那时 就做一个叫做 圣诞回归赛车加年华周 其实 本身那里 圣诞那里 本身已经有几天假了 其实你不放了几天的 譬如我以2020年来计算 我当你20号开始 你只不过是在那里 你信住 你补回那两天 把26、27的补价 放在22、23 接着呢 26那里是补了一天 那里 一年七天 那你放公众假期 其实放多 我想政府想多个黄金党期的 其实 不是当年搞赛车 怎么搞完一月呢 现在十一月 刚刚才十一月 就没什么游客 是淡规来的 是淡规来的 不要紧 听着你也要各自表达 是啊 还有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希望高天使 在立法院看一看 选举日期 可不可以放在八月尾 明年 因为很多留学生 是没有 就是摸住了他们的投投票权 希望 这个特首的闭事 希望金党不要摸 这个技术上 没有问题 八月尾 现在那时要休会了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今年的十二月三十五日 就截止 选民登记 选民登记 所以大家要加紧登记 所以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 没有可能 九个月之前 已经截止 来去选民登记 另外想说 亲世安提出的大陆 用中共的一个历史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不是中共 那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 那是我们有前科 中共它很喜欢改写历史的 它不是改写的 就是偽造的 正在说 比如最典型就是什么呢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哇,长征啊,长征最典型的了,明明是走路啊,走烂啊 长征我们通常是外国著作,就是流传 我不希望崔世安毒害我们的下一代 第四就是昨天看到的报纸,崔世安对所谓高官问责 我觉得他真的拿不到市民的物购,孤导而辞 他说天网官员三个标准,我不知道他是否这样视为高官问责 一是否执行落实目标,二是说党不出道承诺 三是施政结果不能与民意会报告,这个不是高官问责 这个不是,绝对不是 这个是负刑责,如果看你犯的是轻定重 就像汪云那些,哇,弄到全民兽类的那些决定要顾行责 不是,我告诉你,高官问责有三种情况的,我们读过高官都知道 第一种就是你的政策,执行不了,执行得很和 一般来说最多都是辞职,没有追究的 政治责任就是这样的,没办法的 第二种形式是什么呢,就是你本身要行政的处分 这个就是这样的法,譬如降你两级,扣你退休金 甚至炒有余,诸如此类,这些 先讲明,第三种才是你所说的 他在这个政策不坏的时候,牵涉到民意识最下 这个是最严重的,世界上很少有这种情况 不过澳门特别多,我先讲明 可不可以我再讲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你讲法你讲 我觉得现在政府有一种奸计,利用海海的居事件 其实他最高层,私底下想修改土地法 那他就一米就拖,其实政府如果真的想帮库主 其实是很容易的,他只要叫法院加快 他一米就拖,拖到社会很大于言 于是他给你眼,他就修改土地法 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中央一定要看着 也就是说,其实有一样东西 你先讲,我都有一些武断 这件事,我们目前暂时没有任何表面证据 精灵、政府,是这样的 这件事,你必须要跟政府说些话 我不同意说中央要看着的,澳人自澳 澳人自澳?你讲一下,你看香港 你可以坏意 为什么呢? 其实非政治范畴来说,中央我一向都不太理想 这件事一定是澳人自澳 你要记住,澳门和香港的基本方式很清楚 是高度自治 不是,是高度自治 不是绝对自治 所以你一定搞清楚 如果你抗议应该是1993年抗议 是基本法,草议那年抗议 我国家有一件事,大家都没有讲到的 就是最大责任是律师和地产商 地产中介人 他收了人家的律师费 他没有可能不知道第二个问题 我想电话太多,多谢李小姐 我们下一位黎先生 黎先生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议员和余先生 你好,郭先生你好 你好余老师 你好,黎先生 今年及明年,崔星温先生的知证报告 继续派堂了,不要讲他了 我讲一些官员问责就是 为何我们特区政府最高领导人崔星 始终都不够胆 不够胆继续 实行那个高官,高官问责就是 私级官员 我想问高议员 为什么香港姓刘和姓罗哥的两位商人 请的他都请不到他回来呢? 这件事好像 他在司法上没有这个移交 这件事我们读法律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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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不要很多庆民举一Plain Hamming 但是我们要依法我们不能侵返他国主权 或者其他地区行政主权 也不可以自己送上门入境 所以不是不能� choice 好像乙斯元说 殿上已放了他們兩個 我很懷疑的是葉遭,三公年 現在還有貪污腐敗 貪污腐敗,三公年 貪污腐敗非常嚴重 今天廉政公署又替了一宗大紀元elle 我們 可能有些人拚背之後才會發現 但是我希望自己也會多查一些案 我們澳門這些公討 不是被人試得殺 不是被人他們那麼多貪 如果這樣 好像習近平主席所說,方中亡國亡黨是亡澳門的 所以我希望特區要依照基本策來做事,不要再縱容我們特區的官員,胡作非為,謝謝你們 謝謝黎先生 下一位是馮先生 鳳先生好,鳳先生好,鳳先生好 還有余生 我講講那個大賽車,人家說了很久了,他還在研究,放多兩天假,解決了 我認為放多兩天假就解決了 那兩天假的車就放了他,那就大家好了,一起去看 我還有問問,澳門的大賽車明天搞不搞的呢 我問問他,如果搞的呢,為什麼 他不想一下,那些看台,長遠一點,永久一點,不要連連又拆又裝 還有呢,他現在花了兩億,那些薄企又說有一間,賺了三千萬 就是兩億,三千萬,他怎樣花兩億,三千萬,希望高議員有機會去立法會 質詢一下他,加一條數出來,最好我審計出審家 他有沒有利益輸送,有沒有暗藏貪污,就是他條數呢,真的很大 還有呢,我覺得他花的錢,我覺得不值 還有呢,在行狀人後面,我看到有些工作人員呢,都是沒有戴頭盔的 那如果發生意外呢,那些稅片飛出來的時候呢,那是不是想蓋拘棋 啊,我們說那些,就是你,法議員你追一下 試過有些人要撞死的人的 什麼啊? 試過前幾天就撞死了一個 是啊,那我不知道為什麼,那些頭盔真的很貴的 很貴,你叫他來跟我說,我贊助一下嘛,連我公司老套就行了 沒問題的,是不是 多謝你,馮先生 我們下一位,高小姐 是的,真的要啊,要高議員幫一下老人家了 是 房屋張帖加到40點了,他會提案修改那個法律了 請求你將房屋張帖第10條加一句,符合9699M號法令那些老人家 轉了樓去袍那些,沒有收機票,沒有收那些,加多一句 反正他都提案,他改了,改30間施設 幫他們渡過這個難關,六年都很容易 會的,會講的 真的要提案,他們加上法案的時候,你們法會 他要議員幫一下老人家,六年沒有人工加過 今天那些歐元審計 不過不是很多個議員幫的,你明白嗎 33個,只剩下一兩個 只剩下幾個,每個人都抱著白人 大家出手幫一下議員,幫一下老人家 那些老人家,你來的,反正你都提案 那些老人家,股結的,股結的 那就試一下,做一下 不,我們不要放棄 現在他提案,你說你改不了,他現在提案了 他肯定要30加40,他肯定要改過法律 第10條那裡,符合9699M號法令,好像當初他們說 禮拜一,禮拜一開大會 是啊,政府只是想給那些,以前他也是很寬鬆 他執行那些求,低聲一點 很多都是你的會員 雖然是很難為你和退休人事業會 撿手尾,但是明年你就加分加票 坐定兩個位,再加三個位 今天有銀行,老人家已經哭了口面 每個人都說求你,他簽了名給你,你又不知道 這次他改法了 給個考驗馬高議員做到多少 是啊,這次你改法了,你細十條加多一句 9699M號法令所知 那要看行政將官和司長在網上做這些 是啊,那你去求一下他 有些事情,幫一下會員 很多都是你會員 今天那些歐元有多少 六年沒有人工加,你經常說購買力 那你就關心一下他們 一向都有關心,你沒有看到嗎? 我們一向都有關心的 一向都有做 少許陰聲細喜一些 安慰一下,讚一下他們做的好 不要只是罵是嗎? 政府,你今天,不要只是罵 政府,你們,你們,你們 現在代代前朝的遺下,那些遺孤 你給回那些沒有收機票,沒有回蒲國那些人 以前你都這麼寬鬆,因為這麼好人 以前收開的嘛 是啊,為了金稅這麼多錢,政府都丟掉了 陈光,我们六年都没有人公开 多谢你,高小姐,我们要去广告 林先生,你对施政部这个星期其他有什么意见呢? 你好,谭博士,你好 你好,谭博士,你好 刚才高二说了 我先跳过这个,我说那个公务员厄京屋 公务员厄京屋当然是不对的,你要犯一犯,应该要去承击他 但是我们从侧面来看,两夫妻都是公务员 居然在澳门都没有地方住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林先生插你一句话,回归至今时今日,未建过一间屋 是啊,因为我80年代都没有 一个公务员宿舍没有,还拆过高原街的公务员宿舍 高原街本来都是公务员宿舍的 拆不下定阶场,停了游巴士 我80年代都是公务员来的 我在警察部,在处理警察部 有一个老警员,很老 他家似的小朋友多 应该是高原来都知道这件案子 他安排了宿舍,居然是在厅长对面 因为那些大宿舍是2000尺的 因为他家伙不多 七个小朋友,按人的头 他居然居然在厅长对面 天天起床就给厅长 在澳门时代才做得出的 现在没可能的,但我们都不要求这样的公平性 我只要求你有个地方给人住 他将青春奉献给你 你三十年退休之后付钱,拜拜 关人鬼事 现在就是这样的政策 在做公务员的时候,屋都没得给人住 哪有心机去做的 而且回归全民警察,老仲日日枪林弹雨 就是了 哇,惨了那几年,你还记得 我有个亲戚叫什么,一枪打过去 左眼这似乎盲了 刚刚差过眼光幕 那也信不幸中心大眼 立即被逼退休 好 一枪就没了 第二个问题,现在又去到第二个问题了 刚才高议员说 我们回归之后,十大主要官员有两个出事 其他不是不出事,其他只不过是 不知为何还没拆 一拆都会有事 但是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 最主要就是政治委任这个问题 高议刚才一炮就打中了 他说,谁委任我,张康对谁 澳门现在就是这样,自从回归的时候 政治任命 他那时候回归不信那些 奥福过渡公务员的政治任命 我都可以接受这些非常规性的事情 短暂时间可以 但是他变成了习惯 习惯得还玩得出神日化 现在不单止是 政治任命很简单 是跳级,跳级 甚至过部门,跨部门 比如一个司长 他下面有很多局的 他下面有很多技术员的 即是变相契赢文化的发展 是的,他的技术员竟然跳开另一个局委任他做另一个局的局长 甚至 夫局长,甚至是局长 就跳过了 因为他以前是那个局里面的一个技术员而已 跳一,二,三,四,五级 这些根本就是无从解释的 纯粹就是吟 阿余老师说的 吟制文化 吟制文化 这个文化很危险的 为什么呢? 正如是党同伐异的 他没有杂料的人做了高位 是的 他没有杂料的人 他不会委任他 给他有杂料的人做他的副手 所以他一定是委任越来越差 没有大朗开店是越来越差 不许比我高 所以澳门现在的执行力这么低 就是因为政治任命这个问题 如果政治任命这个死结不解 澳门公务员的质数是不会高的 因为我们八十年代在澳浦时代的时候 我们跟上司根本关系一向都不好 我可能千收不懂拆架 但是我靠考试一级一级一级考上去 我离职的时候很多 现在极高层的 还是我的部下神经的学生 但是为什么我会 在这么黑老师争的情况之下 可以升到这么高级很简单 真材实要 真材实要 考 但是现在没有的 现在所有的公务员 如果要是你就勤勤勤勤 去做自己永远都是那份工作 做三十年多的工作 如果不是你想升职 就一定拼命去七鞋 去埋堆 如果不是你就没得玩 因为政治任命都跳过了 没错 就是这样 其实外国来说 政治任命 正常应该只限于特首及五位政务师 内国 局长和副局长 这两级应该是由公务员一级上去的 是啊 但是现在转了 因为现在全部 我讲一样东西给你听 刚才两位新科处长 某部门的新科处长 他们是历次考试到全部不合格的 跳了三级升了处长 是 那是显示什么呢 大家心知道明白 显示就是契爷契仔的文化 以前也有契爷契妈文化 不过就不那么夸张 不那么夸张 现在翻楼 现在回到杜生的人 第1个位杜生 杜生好 我有这个问题 刚才我回应一下李小姐 和谭博士 你也有什么的了 李小姐说长征那段时间 就是走烂 不是走烂 我们叫做西 西传 接着我看了你们的电视 大肆东西 纪录片 也有说过 共产党就让人 一个帮美省 想说 给别人 想拿个权 国民党想拿个权 就逗他拖油 等他就要走 不是不是不是 你完全搞错了 你历史读 我跟你说 我指路教授就是写江西苏维埃的 建立特别崩溃的 七百多月的 你说的是这样 你以为现在是抹黑共产党呢 我就觉得你真的有点问题了 他不是抹黑 你现在说他走烂 李小姐说走烂 我刚才晴晴就说不是 不是走烂 这个就是说 当年事实上有一种很特殊的情况 就是国民党 50万大军 包含着江西瑞金 接着他打伤一个缺口 就沿着广东 湖南 入贵州 四川 就一直去到闪北 他实际上不是走烂 是在军事压力之下呢 就打一个类似多年 最重要是历史 历史 是太平典国石突开的 不要将故事化 你一同样的例子 在19世纪 太平典国石突开 是带过十万军队 是走同一条路线的 你说他共产党可以今天当政 为什么你国民党今天当不了政呢 就是你国民党 国民党打败他 那么简单啊 腐败 可以让人家做主导 不是你国民党做主导 不完全是腐败的 我觉得你看看就简单了 其实现在实际上的私学家呢 对于长征到拿政权的一段呢 其实是分很多因素出来的 不是国民党完全腐败的解释的 其中一个原理是日本人的八年抗战 八年抗战是很严重的 所以不是纯阳 我们有时候要看一些英文的记载 现在你有空看中国人民大学出的 是运规全境的 我就看你们台湾台的大视野的纪录片 台湾台的今天是院来的 全部都是学生来的 书都不懂一几本你都相信 如果很多东西 如果你这么说就很多东西都不相信 是啊真的没骗你的 台湾记者特别是三国民事 那八支东西 那现在就讲真 讲真讲 你们台湾都这样报道 就是说是真东西 所以那你这些又太过无缺了 台湾很多报道又是扭曲的 很多都是偏颇的 那就是说 海峡两岸的柏达象征的 都是有问题的 不能够这么说 你就是说台湾 绿型蓝型的说法都不同 我和你说事实是只有一个 你解释可能有很多种 现在台湾和大陆的问题上哪里呢 连事实都做到的 坦白说你们整天都是说共产党什么共产党物 是不是 你有没有人有多少人会赞过共产党呢 我为什么要赞他呢 你就是了 你也是国类人来的嘛 那当然不会赞他啦 我也没有赞过共产党 我每天骂共产党的那个 还比我赞过共产党 我不知道你这种东西 我不同这些问题 我不同这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你这些人 我根本就觉得一样跟你说 咳嗽你 咳嗽你 我不同你说这种东西 咳嗽你 我不是说这种东西 又不读书都不说这种东西 咳嗽你咳嗽你 咳嗽你 咳嗽你 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呢 是一个原因的 你读过书我都跟你讲讲的 我指导够就是研究长征的 而且我们看他们的长征 到抗战胜利 到国共内战的资料呢 可以从地板达到耳朵那么高的 我们唯一能够接受 你不能够做事实扭功的嘛 我骂国民党骂民进党比骂共产党更厉害 十倍的 我们做传媒人也要说一句 是不要轻易去刷牙去赞的 我们只是批评而已 评论批评 明不明先 没理由走去赞 我还有一个评论 反正我今天最后一天 因为我下个学期 我有很多要研究报告 或者要带三个研究生博士生 我就没有空来做节目了 所以呢 你谁乱说我是不给谁的 就是很简单 我给了袁先生带你电话好吗 袁先生 袁先生 袁先生你好 我真的不请你走啊 哈哈哈哈 我先打一招 我先说其他东西 我先说民生的问题 好啊 主要就是我今天趁高议员在那里 我想提两个问题 你也很快对 一个问题是廉政问题 但是廉政那里在2015年 曾经就向这个行政长官 陈春莱做了一个报告的 是 他说有五百多宗大多数都是设格 是跟官员有关的官商交据 一些严重的贪污案来的 但是目睹目前为止 所以我们市民听到的东西 一点都不见不到 问题是你这么多的民怨 这么多的民粉是在哪里呢 是我们还没建立一个阳光的政府 还没建立一个民际关系 是吧 我们还没做到这一样东西 其他东西都很难开始的了 两大工程 一大轻轨 二大就是 他叫北安码头 是 对 对这之为止 对了 白色的大兵将 不见了几个标 但是之前那些标 自己是遥遥没有去的 嗯 在议会里面就说到 官商交据这一样东西 麻烦你拿证据来吧 跟着有一句话有人说的 说法为不在乎人情 这个政府说到这句话 就没有知识的 没有法律的了 法国之有公平的了 那第二个问题 你有什么要说呢 第二个问题 就关于最近的文化思路 司段报告的问题了 一比例的图画来的 但是你来到图画之下 他不会针对性 以法去治愈这一帮人 所以民生哪有存在 是这样的 我报告 好多谢你 高先生有什么回应呢 其实那天问行政长官 我都是问了关于廉政 因为如果你上量不正下量就坏了 事实上我们任何一个政府 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有一个制度 人就可以换 但是制度会留在那里的 那现在我们就是整个特区政府 没有一个制度是可以发掘 司级官员里面 在运作的过程之中出事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及时发言 这个是没有的嘛 所以你做了那个主要官员的通质 和守质在2010年之后 至今没有执行 没有执行有什么用 那会出现一些 好像我们见到那些治愈官员 两个治愈官员的大事 但是我们特区政府就没有交代 余先生有做个总结 我觉得民生的事永远都是第一位 有些人就说有没有新意 我不是在于他有没有新意 但是对人民的意见 要看得来听得来做得到 那就特别有两个部门 益主 罗лекс我考虑要做好一些 平常我们只是提到其他五个司机制 是 好多谢二位了 今天节目到此为止 好多谢大家 今天 table的节目 开心见成 没有理好 我们下星期一个题目 就是赛颜业或者塞射 大家请问中国大众要怎样看 的 对 intimate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